朋友们好,这是我在去年的蓝展上,2023年多伦多的蓝展上买的一颗金满意。 当时呢,这是一颗带着花苞的苗,买回来以后呢,花也开了一阵。 但在我那一年所有买的卡特兰当中,它当时是状态最好的一颗。 果不其然呢,后面它的长势也是最好的。 现在呢,一年零一个多月吧,一年零一个多月。 今年的蓝展也是2月10号,所以现在是三月下旬。 一年零一个半月的时间呢,它复花了。 在去年的夏天,它长出的花鞘。 但是一直没有开花,我呢,把它又放到户外,又摆在室内,光线比较好的位置。 因为当时了解到,像这样的卡特兰是需要比较好的光照的,所以室内的窗台上放了一阵呢,它先是长出了花鞘。 之后,因为户外,天气比较好,温度比较适合,我又把它移到户外,半遮阴的地方。 但是呢,它在整个夏天呢,花鞘长大了,却没有真正的开花。 之后,9月份的时候,其实我看出来它的花鞘里面有花芽的影子,可是花芽的影子没有变大。 嗯,一到室内以后,就没有变大了,所以,尽管我给它植物灯照,但是它并没有突然的长大,那我就等待。 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呢,始终觉得跟自己的养护有关系,所以我又给它换了盆。 就是说,它有花鞘的时候呢,我还是担心,我原来的纸料不够好,另外原来的花盆也太小了。 原来的花盆呢,是从南斩上买回来以后,它是水泰包着的,呃,然后塑料纸裹着。 当时看着呢,根系不是很大,虽然,根系它是所有我买的,当时买了几颗,卡特兰,四颗,卡特兰当中呢,是最好的一颗,但是根系并不是特别大,特别强壮,所以用的盆也小。 那我想经过大半年的养护,我觉得它的根长得更加多,更加壮了,而我的那个盆呢,确实显得小了些,而且戒指呢,还是保持原来的,呃,大多数都是原来的水苔,加了一点点,呃,树皮啊什么的。 我觉得它不够,最后我就把它给换盆,换盆以后呢,换了个稍微大一点的,植料呢,改成了从市场上买的,专业的,用于兰花生长的树皮啊,木炭那一个,那一个类型的植料。 那,然后呢,然后呢,我又在,呃,大约是在,圣诞节以后吧,一月份,一月,新年以后,我就把它移到了,窗台上,又一次,给它换了地方,原来,十月份移到室内呢,是放在植物灯下的,呃,后来呢,在, 在,今年的一月份以后,将它移到了,窗台上,有,户外自然光照的地方,当然都是在室内,呃,之后呢,它花窍里面的那个花芽呢,就突然的膨胀起来,我紧紧把它放到窗台上,呃,两周的时间,就发现它的花窍变得, 膨胀了起来,之后它就以惊人的速度,呃,长大了,那现在,一个多月以后,两个月吧,有两个月了,两个月呢,它就完全开花了, 在这两个月当中呢,就看到它的花窍不断的生长,不断的膨胀,然后从,它的花芽呢,从花窍里面冲出来,然后,日渐长大, 我在它的花芽呢,依然给湿了少量的花肥,就是适合卡特兰生长的兰花专用花肥,醋花的那种,然后让它继续长大,呃,大约,在它的,呃,花苞色以后呢,彻底停止湿肥, 仅仅仅浇水,呃,它就非常可爱的开花了,现在盛开的非常非常美,真的好可爱,嗯,我想呢,如果我的经验更丰富一些呢, 我可以呢,把这一颗,经满意呢,养出更多的花苞,它应该呢,能开出更多的花来,呃,它是小花形,但它也是多花形的,那现在呢,我终于呢,填补了我,呃,买来的裸根卡特兰,自己养复花的这个空白,呃,在这之前呢,我买的裸根的,呃, 卡特兰呢,目前还没有开花的,重新复花的,那,呃,呃,最早,最早买的卡特兰的裸根植物呢,就是在,2023年,去年的蓝展,去年的二月份,那,一年以后有这样的成绩呢,我对自己还是挺满意的,呃,所以金满意,它给了我一个启示, 就是说,你只要找对了方法,尽心尽意的养护,我就是会开花的,那,能把金满意养开花呢,我觉得,我离把其他的,后面,夏天的时候,呃, 来的裸根的卡特兰呢,都能养开花了,有一个小小的喜悦,忍不住要告诉大家,就是,我买的那些,其他的裸根植物呢,也都在发芽了, 好的,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,关于金满意养护花呢,今天就说到这里,谢谢大家的观看,欢迎大家订阅分享,与点赞,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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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见 应该00 再见 想, 时 感谢观看